哈喽 果果们 你们好 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 也谢谢你们一起陪我慢慢成长 开学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那么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 也一定要收看我们的幸运之后 我会好好努力的 谢谢 对 我刚才听到一半就是说 问什么想跟我粉丝说的话对吧 对 我的粉丝都老朋友来都过我们 但是跟他们说的话 其实一直以来都真的没有变过 就是首先呢 就马上快要开学了 快要开学了 读书的就好 读书就跟他们说了 先照顾好自己 还有那个父母 身边的朋友 那个一如既往的坚持自己的梦想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很多的困难 迷茫 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 我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都是双向的 因为我跟他们说的话 一直就没变过 他们都知道 一直没有变过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 你冷漠的表情 会让我伤心 六月的雨 总是无情的你 伴随着点点滴滴 痛进我心里 哦 我不相信 你不是故意的 却为何把我 丢弃在风雨里 哦 我不相信 也不想陪伴你 会有默默等你 会心转移 我没有放弃 也不会离你而去 哪怕要分开 我依然等你 我全心全意 等你的消息 总会有一天 你会相信我 我爱你 一场雨在夜里 在我的心中 都一刻比拟 哦 耶 你走后 什么都已经消失 在风雨里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 你冷漠的表情 会让我相信 两月的雨 总是无情的爱你 伴随着点点滴滴 痛进我心里 哦 我不相信 你不是故意的 却为何把我 丢弃在风雨里 哦 我不忍心 也不想背叛你 唯有默默等你 回心转移 我没有放弃 也不会比你而去 哪怕要分开 我依然等你 我全心全意 等你的消息 总会有一天 你会相信我 我爱你 你终于想念你 在我的心中 都不可比拟 哦 耶 你走后 什么都已经消失 在风雨里 风雨里 我没有放弃 我没有放弃 也不会比你而去 哪怕要分开 我依然等你 我全心全意 等你的消息 总会有一天 你会相信我 我爱你 你终于想念你 在我的心中 都不可比拟 哦 耶 你走后 什么都已经消失 在风雨里 风雨里 我爱你 我爱你